大家好,欢迎收听升旗翼普通话频道。 昨夜凌晨在北京中南海新华门发生了一种突发事件。 有一辆私家车在凌晨时分想要冲进新华门。 新华门位于中南海,所以那里的保安工作当然是由中央警卫团负责。 严格来说应该是属于8341部队,就是中央警卫团,或者是中央警卫局辖下的军人。 有一辆私家车停在新华门门口,应该是被拦截到了。 而车上的人也很快被在场的守卫抓了出来。 有四五个人抬着他一直跑,过了新华门,不知道要被抬到哪里去。 这是一起突发事件,因为刚刚发生在凌晨。 现在两会还在召开中,整个北京守卫森严。 可以说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 有路过的司机拍到了整个过程。 这段影片大家在X平台就可以看到。 我也会把这段影片放上去给大家看看。 影片很短,只有几十秒。 是有路过的私家车拍到一个的这么一个情况。 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有人要上访? 还是真的想冲进去? 画面所见,新华门真的适量瞎眼。 因为在凌晨时分,那里的灯亮得像是白天一样。 整个新华门都亮得非常离谱。 实际上都知道,不可能有人可以冲进去。 而且,那辆还是私家车。 如果是一辆装甲车,或许还有机会冲进去。 但是私家车肯定不行。 影片在最开始的十秒,听到有一个男人大喊某某共产党。 但是前面那两个字听不清楚。 不像是打倒。 只是听到某某共产党。 所以,不知道是抗议还是上访。 对于新华门,中共当然是很紧张。 如果就这样在网上搜索, 你会发现发生过很多宗访民闯新华门的事件。 有的人下跪,甚至有港商一样是在新华门下跪。 2009年8月,有八个香港的商人到了新华门下跪抗议。 可能是有一点冤情。 结果,公安不但没有善待他们, 而且还围殴他们。 重庆的也是一样。 2016年,有一些重庆访民。 总共有十几人在新华门门口喊冤。 结果当然也是被抓去殴打。 所以,新华门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历来都是中共的权力核心。 因为进去了,就是中南海。 1989年,也发生过冲击新华门事件。 时间应该是1989年4月19日。 当时,有学生在新华门门口竞作抗议, 要求送花圈, 以及把一些诉求的信件送去中南海。 之后就有警察驱赶学生, 甚至殴打他们。 有武警用警棍和铜头皮带驱赛学生。 有一百多名学生被打伤。 之后,也有群众觉得这么做太过分。 就组织进一步冲击新华门。 当时不仅如此, 而且有很多学生受了伤, 也被武警抓上旅游吧带走。 最终经过交涉之后才放了出来。 之后就有大学生成立了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会, 简称高自联。 想要把所有人组织起来。 同时也有一些纠察。 防止有什么突发事件。 当时也有要求跟李鹏见面。 随后在4月21日就发动了全市罢工罢课。 欢迎听众们。 今天, 我们将深入了解在线安全的世界, 聚焦一款备受瞩目的VPN Surfshark。 在众多VPN中, Surfshark以其超值功能和良好口碑脱颖而出。 但真正的问题是, 它究竟能提供多少保护呢? 现在, 让我们谈谈功能。 Surfshark迎合VPN新手和老手。 具有异于导航的界面, 它涵盖了所有基础功能, 同时保持高速连接。 突出的功能是什么? Surfshark允许您在一个账户下连接无限数量的设备。 不需要多个订阅, 这是一个适合家庭的VPN解决方案。 安全至关重要。 Surfshark采用256位加密, 几乎无法破解。 而且最重要的是, 严格的无日之政策确保您的数据始终属于您自己。 关于速度是否有疑问? 即使在远程服务器上, Surfshark仍然保持稳定的连接, 仅有5%的速度下降。 它是您快速下载, 无缝游戏和无缓冲流媒体的保证。 其实, 这一次的象征意义很大。 虽然大家都知道, 不可能有人可以冲进中南海。 但是大家可别忘了, 自从两年前彭塞州议事在四通桥打起了横幅之后, 虽然人被抓了, 全家也跟着遭殃, 但是他的一举掀起了整个风潮, 再加上之后的白纸运动, 使得大陆有越来越多的人敢于出来抗争。 虽然有很多人会说他们怎么这么傻, 他们这么做肯定是会被抓的, 不可能会有活路, 一定会死。 但是问题是, 如果真的要来一场革命, 就没有办法不牺牲。 现在有很多大陆人已经开始不计较自己的得势了, 虽然付出的代价可能很大。 像彭丽发, 有消息说他不但生死未卜, 而且全家人都遭殃, 所有人都被清算。 还有就是那个之前把打倒共产党, 打倒习近平的标语, 用投影的方式投射在山东济南的万达商场。 那件事也非常严重。 他的家人朋友有, 连同他的生意拍档, 全都遭到了大陆政府的报复, 全都被抓。 所以, 付出的代价真的很大。 但是, 即便是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仍然是有人是前赴后继, 但是就这样看起来, 他开的那一辆车也算是一辆好车, 虽然看不清楚是什么牌子, 但是外形很漂亮, 很光鲜, 估计也是一辆高档车。 车主不是穷人, 不是无产阶级, 可能是有点钱的人, 甚至有可能是小企业家, 或者是小商人, 很多人可能是生活被逼上绝路, 才会做出一些与死网拓的行为。 虽然这种做法在很多人眼里认为是耳卵基石, 根本就不可能撼动共产党, 但是我觉得未必, 很多时候都不能小觑一个人的力量。 因为中共也很清楚, 当年罗马尼亚也是武装到牙齿, 他们经过评估, 认为整个东欧最稳定的政权就是罗马尼亚, 就是齐奥塞斯库。 哪知道齐奥塞斯库 竟然栽散了一个对他喝倒彩的男人手上, 甚至最后两夫妻都被枪毙, 中共当然会引以为戒, 所以他会把任何有机会使得他们倒台的东西都扼杀于萌芽状态, 一出现就抓, 但是这些画面只要一传出去, 让大陆的人翻墙看到, 他们就会争相模仿, 当模仿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 就会有一种鼓动力, 使得人们越来越大胆, 所以我认为这是对中共的一次很大的冲击, 因为新华门象征着共产党的权力核心, 甚至比起彭塞州在斯通桥挂横幅更为震撼, 因为你冲击的是中共中南海的大门口, 而且到处灯光通明, 照得像白天一样, 这样的画面传了出去, 后果可想而知, 当然, 拍摄的那个人可能也会被追究, 因为到处都是摄像头, 当时有哪辆车路过那个位置, 一查就知道, 中共如果要把拍摄的人找出来, 那个人也会很麻烦, 你拍了一段影片上传, 中共也会追究你, 所以这是没办法的事,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象征意义, 可能会使得有越来越多的人不怕中共, 因为本身人民不敢反抗, 就是来源自对政权的恐惧, 但是现在大陆人已经开始对这种恐惧降低了, 甚至已经克服了恐惧, 这样他们就不会害怕, 既然不害怕, 那我还会有什么后顾之忧, 所以接下来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这么做, 而且越做越进步, 只要每天都多做一点, 中共这座高墙就有可能会一夜之间倒台, 没有人可以猜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时刻, 因为人们历来只会下跪上访, 而现在冲进新华门的这个举动, 实际上比起当时的天安门事件更有震撼力, 当时整个中南海都被学生包围了, 但是这次不同了, 在这么严密的保安之下, 也有有人敢冲击他们,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象征意义, 希望之后会有更多的人越来越大胆, 只要人越来越大胆, 就有机会可以冲击中共的政权, 这一节暂时先讲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开启通知小铃铛, 以获得我们频道最新的动向和内容, 我们诚意邀请经济许可的朋友订阅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费模式支持我们, 帮我们欣赏广告, 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 与我们互动,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您的亲戚朋友,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